不要 千普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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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坟输了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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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犯法聽話 大犯法聽話 國稅集叫犯 國稅集叫犯 法官中的犯 大犯叫做犯 這件案件冤錯假案已經二十年了 我們有許多師從師姐從小朋友長到大 到現在這些案件還沒有解決 看你們弟子那麼愛國 我們都追尋國家的法令 走了行政就是一千零五十次以上 你們幹嘛批法案 沒有 官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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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科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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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法院公然說謊 騙人說長官要下來 這個 對於這次的判決 我們非常的失望 並且剛剛聽到 這個審判長林秋華 他所說的 他引用的證據 都是國稅局的證據 國稅局的證據 都是當時檢察官 所列出的證據 已經在刑案都被否決 所以才會判決說是正宇 因為正宇才沒有逃漏稅 所以剛剛他講說因為有一個退費的一個單子 所以因為有退費單子 所以人家沒辦法練了 所以才退費 我覺得這審判長非常的不公正 因為我每一次我都參加開庭 這個問題當場律師已經說明 因為是他要離開太極門道館 斷絕這個師徒關係 所以是百分之百退費 對 退費 如果他是審判長所說的 是屬於對價的一個學費關係 怎麼會你練了一年兩年以後 你的退費是百分之百退費呢 我們這個用膝蓋想就知道 為什麼這一次的審判 會有這麼偏頗的一個立場 我們覺得人民就是被無限的被欺壓 我非常非常對這個國家的司法 非常痛心 評論一下 譬如您在 accomplishment 將 Shawn那個拉伍 對習有一任 口誠的坐百貨